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代封侯有四个好处,第四个最诱人,难怪都拼命往上爬。 古代封侯就跟现在比跟当个大官差不多吧,古代人想要的,基本上都是大象封侯,这是他们的最高追求。 在古代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,更是如此,只要稍微有点想法的,都会各种钻营。 现在别说当个大官了,就是当个小官都有很多人挤破了头,在古代也是一样的,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当官呢,而且他们不光想当官,还想当大官,想封侯,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广了。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,封侯到底有啥好处,为啥这么多人都想封侯呢?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。 第一,不光有底薪还有提成。 在封侯之前,官员拿的都是死工资,还要根据官职的大小来决定,如果碰上这个皇帝,比较舍得还好,但是如果皇帝不舍得的话,那真的是操着卖白粉的心,挣着卖白菜的钱,比如明朝的猪。 元章就是这样的,皇心贵族吃香的喝辣的,底下的官员就没好日子过楼。 但是封侯之后就不一样了,封侯之后就有提成了,什么叫十亿千户? 封侯,就是你底下有一千户人家,这一千户人家每年都要给你分成,那你躺着都能挣钱了,还担心什么工资啊? 第二,奇械成群。 英雄难过美人官,封侯之前可能只是一个小官,也没人搭理你,就算是有人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,你也可能养不起啊,但,是封侯之后就不一样了,首先你有钱了,能养得起更多的小妾了,第二有地位了,会有很多人想要跟你联姻,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,这种联姻的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。 第三,有面子。 古代跟现在有面子可不一样,古代的人那么注重身份地位,包括穿的衣服,出行的马车都跟你的身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,根本不能随便破坏规矩,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的,所以封侯以后你的身份地位就非常。 侯有这些好处,这对于那些能够得着的小官来说,自然是拼了命地往上爬了,各位看官,您怎么看?